这是第二组登场的组合 完成的是一组401B 翻同半周 然后躯体 由于在之前的 布达佩斯的市井赛场上的表现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 所以在默契度上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 来自美国的唐斯和邓肯 这一跳相较于他们过往的比赛来说 质量还不是非常的理想 其实美国队 科威特的搭档在成绩上 没有那么耀眼的表现 但是两个人呢 已经是多次参加市井赛了 楼的躯体 可以看到远端的选手啊 在展开 那么空中姿态是否标准和精确 也会成为 美国队刚才在 比赛的开端 还是在入水的角度上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峰值 72.60 是3.4 就会跟之前2.0的难度系数呢 有比较大的差距 计划完成呢 是一个向内翻腾 在入水的水花方面呢 还是比较大 137.70排在第二位 之前她已经参加过09 最后的落水 展开之后台 三米跳板呢 它距离水面的高度要小很多 因为是要往助跑走板的环节 在这里可以看到选手 在起跳的过程当中 双臂就没有能够紧贴 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姿态 193.50 一位选手是拿到了7分 一位选手是4.5 这个状态才是回来的 但是对于唐思和邓肯来说 比赛都已经临近尾声 两个人才呈现 确实有一些碗 选手的表现还是稍稍 向前翻腾两周半加转体一周的躯体 在比赛当中进入到半决赛 确实令人失望的美国队 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市井赛跳水赛事 要产生第一块金牌的项目 男子双人三米板 那在进入到男子双人三米板预赛的环节 来自每天 无论是在同步性还是在个人技术的呈现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之后